老师提到了盲盘 其实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攀岩拓展 就是攀岩当中 大家觉得很远 那么我怎样去走近你们 走近大众 希望更多的推动能攀岩 同时也要能够更多的 跟各个行业 有的时候一些策划 或者一些 如果我这种思维 就是我称为 简单说吧 其实你还是希望依托于市场 对对对 有市场和你的互动 要不然你没法活 对对对 也没法追求理想 对对对 是吧 因为我认为 我刚才一直提到这个攀岩思维 它其实是互联网思维 加上这个残酷 这个极简思维的一个集合 互联网思维也许是个履性思维 我的残酷极简是一种蓝性思维 如果说我们跟斯凯勒 一个合作 我可以让全国所有的攀岩馆什么 免费都爬 那么对斯凯勒来说 也许我们一年 比如说我们岩馆一年是20万 你可以去 把这20万付给岩馆 你做通过负价值的教育 或者负价值的培训 来获得岩馆其他的收入 那么你斯凯勒 你可以把一些广告 或者说我把我的一些产品 放在这个岩馆里面 然后或者说做各种赛事 这样的话就是说 也能够做到这种产品的推广 小伙子你今天是来 那他现在我问一下 是来跟曾华谈合作的吧 你不是来找工作的吧 其实曾华说的很对 他就是来推广这项文 对 我觉得很好 从我内心 我真是一点点反感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还有一种可能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找我 合作做主题咖啡馆 你们知道世界上 一个很有名的潜水餐厅吗 甚至现在有人 找我做珠宝咖啡馆 现在北京有很多创业咖啡馆 我们何尝不可以做一个 潘岩咖啡馆 对 可以可以 非常棒 我刚刚也在想 就是我们有在设计 一个机器人博物馆 我就觉得机器人博物馆 它是一个很自动化 很现代的 但如果说把挑战极限的这种 攀岩的这种精神 放在这个管理 放在这个管理的边 其实它是一种 也非常好的对比 对对对 不是 我现在为止 我就同心我最关心的问题 你是来找工作 还是来找合作 对 我刚才就问了 因为我刚才说到 我这个工作不仅仅可以 我的策划 不过刚才他提到这个 比如我给他策划一个 比如说我攀岩 蜘蛛人和器器人 来一次攀岩的比赛 攀高楼比赛 我问你这是一个活 还是一个工作 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项目 对 你是来找合作 所以你并不是来找工作的是吧 也可以这样说 但就看你觉得我这个思维 你值不值得让你能够付足够 让我吸引我到你公司去卖命的 你对工作地点有要求没有 工作地点 希望在南京 因为你的管得不能离开 对 管是可以离开 现在我的整个运营 主要是网络销售有教练 他是这样孩子还小 然后老婆没有工作 所以现在那个管又不赚钱 所以他要出来找找工作 或者寻求一下合作 这样你看一下 面前这12个企业 实际上他目标很明确 这12个企业 12个老板 哪家企业你肯定不去 前面一盏灯吧 宝岛电动车 宝岛电动车 好 谢谢 这小伙子他目标很明确 特点也很明确 大家自己考虑一下 各位老板请选择 好 祝贺李同心 谢谢 还有七家企业刘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 来了这个中国的蜘蛛侠 咱们得看看他以前的一些精彩表演 来看大屏幕 这是爬在哪儿啊 这个暴风湖 水上掩地 在哪儿啊 张家健 张家健 对 这多高 将近五十米 就是这个你后来从三十米地方跳下来了 对对 跳水了 后面应该会有 然后先爬到顶 然后再爬下来 这就是曾华说的那个裸潘是吗 这不是那个裸潘 这穿着裤衩吗 对对对 裸潘是在另外一个 也是张家健 这是最后三十米地方跳下来了 我倒想问一下 曾华提到你的裸潘 为什么要去裸潘 因为他这个也就是说要有种自然 一个融合 或者简单一点就是因为疯狂吧 不是吧 你是为了攀岩而现身吧 其实是他一个策划而已 因为我是知道你策划的力量是蛮强的 你同心这样说吧 比如说咱们菲尼莫属 最少有五十个老板 是吧 就经常上节目的 如果我希望做一个活动 然后把所有的人都请去 然后你怎么做 而且这个活动当中有攀岩 首先我如果说是会选择 在一个野外去进行 他说我不感兴趣我不去 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比如说你在这边 我们可以有其他的 比如说有BBQ啊 有一些 有音乐 有音乐啊 对就是说把这种文化给塑造起来 你这样你能不能先做一个主题呢 比如说策划一个主题 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带他们出去玩 那随便一个人都会是吧 谈不上策划了 所以曾华其实可以让他说一个口号 比如说什么什么攀岩 什么样 对可以吗 就是一个攀岩交友会 攀岩交友会 那我可以做红酒交友会啊 那我就是 这也是攀岩也是一个信心点 你没突出 但是我突出的这个交友部门在这里面 你在南京做过什么活动 推广你自己的攀岩馆 可以说个案例吗 比如说我们 就是说攀岩交友会 我们跟阿迪达斯合作过 一个攀岩交友的活动 有品牌赞助 也包括我们跟也策划过 BMW的一个 车友会 X1的发布会 这些客户是你发掘来的 还是他们主动找你的 这个因为我们跟一些广告公司 在有联系 中关公司帮你设计策划做的 他们交这个案子给我们 我们怎么样把户外的这个环节 攀岩融入进去 他们提出来的 然后你执行的 所以从所有的 其实执行还是我们来执行 我觉得你这里面的策划里面 最重要一个问题 没有挖掘攀岩本身的最大的特点 所以从前面说的所有的案例来看 其实你现在所做的工作 跟其他品牌合作的时候 都是因为它是一个 吸引眼球的营销卖点 对吗 这一点的话 应该说很多的时候 就是说 就我刚才讲的 它就是一个融合嘛 怎样把这个派演运动 跟你们的项目 所以刚刚你所有的合作里 其实都还是在体育界 与之相关的一些合作 现在所有的策划合作 已经是跨界了 其实我一直在听你说 刚刚我讲的 这世界上著名的潜水餐厅 可能你不太清楚 你可以去找 它就是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 所有的顾客在用餐的时候 可以欣赏到周边潜水的 一些培训和表演 同时潜水管又可以开培训 或者招它的学员 这是一个互动 因为餐厅它的功能有两项 第一它很善于店面经营 第二它有现成的客流 而你的派演馆 现在缺的就是这两个 其实如果你要做策划 你完全可以用这种 跨界合作的方式 来策划一个 对 其实我今天来 也是互动式的学习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对它的这种旁销色机 其实是没有用的 因为其实通过这么长时间 交流你发现没有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专业技能人才 我们好多老板 都从策划的角度 去激发它 去跨界 它找的是策划港 是 但是我们明明知道 就是经过这段交流之后 策划港不适合它 它也没有这样的积累 所以说咱们其实根本 不必在这个点上 再往下去引导它 我们不如就看一下 从它这个非常异夫当官 万夫莫敌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和它已经获得的 传播力和吸引力 我们的品牌怎么跟它去嫁接 或者利用它就OK了 其实那个 你同意它的观点吗 你同意吗 就是你的策划能力是不行的 我来的目的 其实呢 我是也比较明确 也是跟这个曾花 我也非常崇拜它 想找个合作 后来是如果有一些 有工作也可以 这个小伙子是个聪明人 他一定是觉得 在上一次友台的节目当中 没有完整地表示出 自己对潘岩的理解的理念 所以又选择另外一档节目 来跟大家说说 能够更加长久地 拉动自己潘岩馆的生意